我们已经把线都收到这个织带里面去 那要跟扣具结合的这一段呢 我们另外再拿一条珠宝编织线 大概是80公分 穿到这个织带里面去固定之后 再来接扣具 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这个珠宝编织线我们穿入针之后 这个前面我们留一小段就好 就大概3公分到5公分 不要太长 因为那个我们要把它穿进去织带里面 那这里呢 我们先勾住这个织带的尾端 勾住织带的尾端 然后 这个线不要全部拉出来 拉出来大概15公分到20公分就可以 从这里到针的距离 到线头的距离 到这个线头的距离 不是到针的距离 这个就是在织带的尾端到线头的这一 大概是20公分左右 再回穿一次同样的地方 一样就会形成一个圆 再由这个圆穿过 把它拉紧 那我们就以收线的方式 把这个线固定在这个织带里面 前进这个大珠的部分 再由正上方的这个小珠 前进以及这个大珠的方向前进 以收线的方法来固定这一条线 再回穿 再穿过第二条线 再绕一圈 虽然这个线比较细 还是要在它那个打结的位置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还是得要在那个线的那个根部 在珠子的底下 穿过这个大珠 这是穿过珠子 再由它正上方的小珠 那一条线底下穿过 以及右侧的那个大珠的位置 拉紧 在大珠的那一条线 再绕一圈 这个打结的位置 注意还是要在这个大珠的前面 那个根部的位置上 在这个地方 要注意就是它还是得要在这个大珠跟小珠的前面 不可以画在那个大珠跟小珠的中间 像这样子这个线比较细 我们在打结的时候 可以再稍微做一个小动作 挑线之后这里形成一个圆 这个圆我们稍微把它扭一下 再穿这条线进来 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更牢固 那一样注意线的位置 那最后还是得要前进竹子之后 才把这个线剪断 基本上我们只是把这个线 固定在织带上面 这样子 这个织带的尾端 就会有一条新的线 珠宝编织线 要来做结合扣具使用 那这里的部分 我们就直线穿直线 所以就直接加一颗珍珠 一颗12-0 一颗珍珠 一颗12-0 以这样的方式 加12颗珍珠 就是 嗯 珍珠12-0 珍珠12-0的方式 这样子收 再加珠子 那要加12颗珍珠 珍珠 珍珠 12-0 珍珠12-0 珍珠12-0 这样的方式 加12颗珍珠 那加完12颗珍珠之后呢 我们要在珍珠的后面 加4颗的12-0 日元小珠 加4颗珠 加4颗 123-4 穿过扣具 再加3颗 123-4 穿过扣具 反方向回穿到织带 注意这个线不要拉太紧 让它顺着 直的就好 太紧它会卷起来 那还有珠宝编织线 现在开始做的时候 一定要先整线 要记得这个动作 或者那个线会有弧度 会扭曲 那已经会穿到织带了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收线结束掉 或者是再挑这个织带的尾巴 然后可以再把这个珍珠的部分 再继续的做一次回穿 由这个织带的地方 前进到这个扣具 然后再反方向回来 再回到织带去做收线 那另外这一侧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做法 跟这个织带的做法一样 取一条珠宝编织线 80公分 固定到织带里面去 再用长的这一段 来加12颗珍珠跟扣具 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项链 像这样 如果说这个缓状勾边的部分 你觉得它不够扎实的话 你要让它密合一点点 要让它紧密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再拿另外一条珠宝编织线 然后固定在这个螺旋边 德式螺旋边的尾端 再来前进这个环状垢边的部分 那前进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次跳个萤幕 然后前穿过这个线就好 穿过这个线 而不是穿过任何的珠子 只有前进线 然后不要每幕都穿 这样子你每幕都穿 它不会密合 要有一点点的距离 大概就是跳个一幕 这样子 前进的话 它就会 你一拉 它就会比较 珠子跟珠子中间会比较密合一点点 好那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项链相对的也会变短一点点 跳过这个线跟线的中间 你看这样子它本来是松的 可是你一拉紧之后 这个地方它就会密合起来 好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那个珠子的位置 就那个八密的深色的珠子 我们可以把它错开来 不要让它整个密集在同一个方向 这样子 这边是我们已经有拉的 那它就会比较密集 但上面这一段是我们还没有拉的 那你也可以就是不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你不做这个动作 不做这个另外拿一条线来做 前进拉紧的动作的话 它基本上它比较凶 那有比较有那种空气感 好那就看个人的喜好 那如果你要让它扎实一点 就拿另外一条线来 前进这个环状勾边的部分 最后再把这个线 把它回穿到那个德式螺旋边的地方 在这里都没有穿过任何的珠子 都只是穿过线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那个胸紧 拉了紧 它就这里就是它可以随你自己的喜好 来调整那个胸紧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太扎实了 那你就把它拉松 它只要收一点点 不要太密集 好 珠子不要 看这样子这边是我已经有收的 那我现在把它放松 它就会再恢复到刚才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我要让它密集一点 我只要拉紧 拉紧 这个手挡住了 我把它拉紧 它就会密合起来 拉松 就有空气感 那如果扎实一点 就把它线一拉 它就会密合起来 好 那自己决定 那最后再把这个线 收在这个德式螺旋边的位置上 可以前进 但是不要拉那么紧 也可以 稍微拉一下 因为有的人在勾那个环状勾边的时候 它并没有办法拉得很紧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回穿的时候 来把它做补墙的动作 那尤其是在那个 德式螺旋边 接这个环状勾边的那一幕 它有可能会比较收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要稍微的拉一下 那如果说 像这样你拉 它前面就紧了 如果你不希望是这样子的 你就在这个前端这里 在那个环状勾边的快要结束的时候 把你环状勾边要的胸紧度 先调整好 打一个结 然后再来做那个 回穿到那个德式螺旋边的那个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拉紧 否则你在这个地方 一拉紧它是整个紧 那我们就把它分段 就是在环状勾边的部分 我们让它稍微的 有调整一点点就好 而不要很紧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先做一个打结的动作 然后再继续前进到这个德式螺旋边 因为我们环状勾边还有极木 那我们在这个小株的地方 我们前面我们就先打个结 让那个大株的那个地方 都是比较密合的 然后再来前进到这个 支带的这个 德式螺旋边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要把它 稍微拉紧一点点 这样子才不会那么明显 有一个勾痕在那边 就是有一点点的线跑出来的感觉 那就直接把这个线 收在这个德式螺旋边的位置上 这样子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